哈囉大家好 大家晚安 然後我想要首先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其實我覺得前面聽了好多人的故事 就覺得大家都非常厲害 那我自己也是一個曾經迷失過人生方向的一個人 所以我也嘗試過很多各種不同的工作 像是去當演員啦或者是去做廣播節目主持啦 然後甚至去科技圈在公演院工作啊 然後甚至也去當設計師做平面設計等等之類的 然後所以我想說的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設計藝術相關科系出身 像剛剛那位美術班的同學我也是美術班的 然後中間我有曾經有一年去澳洲遊學打工了一年 那也是也是非常辛苦也遇到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也都可以上我的部落格來看看 那目前呢我自己現在正在西門紅樓的做文創行銷 所以那我私底下就是在做一些插畫的創作 這次非常的幸運得到文化部的補助 然後去了一趟法國那我去法國的南邊有個地方叫不亡不屑 然後他每一年暑假期間都會開放給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設計師 來到那個地方大家一起做創作一起做一個工作坊 那我剛好參加的工作坊叫做是有機互動產品設計的工作坊 那我的講師是來自於法國的Noi他真的是超帥氣的 然後走下講那是我畫的一個驚嘆號戲頭 那時候出發前很開心準備要出發了 好首先要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是不亡不屑 這個地方就是不亡不屑 他就是像我剛講他在法國門店 他是一個莊園裡面有河流有古國有森林 然後就是一些很天然的地方 那我們就住在這個城堡裡面 真的裡面城堡裡面就有一顆很鹿的頭從那個牆壁面伸出來 然後每次經過都有一點害怕這樣子 那大家都一起在這邊學習去期待 那這個是這個城堡 你看看裡面是每一年會有不一樣的展覽 那我今年去剛好是一個日本的設計展 那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工作坊 大概是一個星期的時間 那每一天都會有不同不同的工作內容 那我這一組的工作內容就是 我們到當地去請會去感覺 有去森林裡面走走啦 然後去湖邊看湖啊 甚至如果是自己OK 你可以跳到湖裡面游泳 或者是去河邊抓魚啊 去河邊就是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就可以放鬆去感覺這個大自然 那在感受的過程當中 你對哪個地方最有few 那你就可以去激盪你的想像力去想像說 我要在這裡做一個什麼東西 或是這個環境激發了我想要做什麼樣的創作 所以這次我們的主題叫link to context 那我就發現了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奇妙 就是很奇怪 它長的兩棵樹 它在一個很草原的很大一片草原的中 的邊邊的地方 然後長兩棵一樣差不多高的樹 但是右邊這棵樹呢 它是死的 但是它身上攀藤的植物是活的 那左邊這棵樹呢 是活著的 但是它身上的攀藤植物是死的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了 這看起來應該是差不多時間生長的兩個植物 為什麼它們會有這麼不同的命運呢 所以我們就想要在這中間把它做個連結 然後我們就開始發現了 我們想到 我們想要做個椅子 讓這個生死之間的循環可以連結在一起 那這邊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夥伴 我剛好就跟另外三個來自不同國家的人 有比利時啊 有那個分蓝的人 然後這上面還有就是我們做一些Sample 那因為我們遇到非常多問題 包含了我們做木工 不會做器材啊 然後找到素材 所以就找了很多人來幫我們 所以我認為這是解決 遇到問題 然後我要用我會有限的語言去解決問題 去溝通 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所以這是我畫的一些小作品 那這個是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是 欸糟糕 我們坐好的椅子的腳是不符合尺寸的 就很困擾這樣子 最後我們做出來的這個作品是 也是一張椅子 那我們左邊是在森林裡面長到一棵樹的樹蓋 然後把中間某一段結出來 那右邊呢我們是用那個新的木條 去把它排列成新的一種感覺 那不管你從上面看下來 或是左邊看過去 或是從前面看過去 它都是一個Y字形的椅子 那就會很像樹生長出來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這兩棵樹的中間 讓這個新舊之間有一種循環的連結 那這個也是我就是畫的一個作品 跟我的夥伴們大概一起在椅子前面做發表 那我想要說的是就是 等一下會跑掉 就是瘋狂的法國總是會帶來許多意外的驚喜 所以我在這裡遇到很多問題 所以學習面對解決問題 變成了這次最大的課題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像是我離開工作坊之後 我就到巴黎市區 就是等於是自助旅行 都玩了幾天 那我就住在一個青年旅館 連續住五天 但是我在第三天的時候 打開放門發現我的行李全部不見了 然後我的所有東西都不見 然後我又不會發文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就衝下去櫃台跟他說 我的東西全部不見了 所以這次發生了第一 就是離開工作坊後發生了一個單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我要回台灣的路上 就是最後一趟的地鐵 就發現我把背了一個小的鞋包包 然後外面穿外套又拉拉列 但是當我發現的時候 我的錢已經被偷了 然後我的包包也都被打開了 所以這又是遇到另外第二個問題 然後另外我還有遇到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講師 他真的是長得非常的帥氣 所以每天看著他 眼睛都會閃閃發光 到底有多帥看一下 是不是很帥 他真的很厲害 他是法國一個 欸這什麼態度 好像這不是日菜 對 他很厲害 他就是巴黎有一個最高的一個大樓 叫做Mont Panas Tower 然後裡面的景觀餐廳是他設計的 所以他做過很多很多設計 都還蠻知名的 然後這是我們其中有一天晚上party 然後就是那個主題是一個明星的名字 然後sexy 什麼樣的明星 反正整個主題就是非常要性感 然後老師就打扮成這樣 然後還有胸部啊什麼之類 還有裝甲棒 那我們就畫了很誇張的裝扮 在這邊大家一起就是辦party 然後大家就很relax 就聽到音樂就一直瘋狂的跳 然後這個是 這不往不歇工作坊的創辦人 他叫Alex 那時候是我們最後在做簡報的時候 做完簡報以後 我們就會拿到一個sumtificate 就是一個證書 證明說我來到這邊 真的有在這個工作坊工作 接著我要分享的是 我又去了一些巴黎市區啊 去巴黎鐵塔 然後凱旋門 還有這個是聖心塔 對 就自己去逛逛的時候 就發現真的是要制止一個女生 然後到各個地方去旅行 是一件有點危險的事 但是當你完成達成了這件事情以後 就會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在法國的一個一段小路程 但是如果你對金炭號星球人非常有興趣 也可以在Facebook搜尋金炭號星球人 然後再次的要跟大家提醒 不要忘了繼續創造熱血金炭號人生 謝謝 再次 enact一個問題 請解釋 字幕靜 您說 張零色 還可以 帽子 你 叫作 那